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例示威不断的升级 警方首度展示驱散示威者用途的杀手锏水炮车 还公开示范足以把成人射飞的强力水柱 警方强调只有出现大型的骚动 威胁公共安全时才考虑出动水炮车 驱散示威者 香港警方星期一在分领的警察机动部队总部 首度对外展示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 也就是俗称的水炮车 水炮车身配有两个车顶喷水装置 水箱和催泪溶剂除水缸 警察可以透过街上的消防栓入水 并选用喷洒 卖冲或连续水柱喷水模式 警方当场示范水压威力 以最低压力到最高压力 模拟摄像20米 30米以及40米外的假人形 水炮车在喷水前 车内警员会发出广播警告 然后才喷水射向人群下肢方向 警方指出 水炮车上的催泪水剂和催泪弹成分一样 不是化学剂 不会对人体造成永久伤害 除了喷水装置 水炮车配备镜头 可连续录影20小时 有关的影片可作为起诉证据 至于水炮车何时出动 警方表明水炮车只会出现在大型骚动 暴力冲击或主要干道被堵塞 威胁公共安全的现场 当局达到驱散目的后便停止涉水 用这个噴水装置只会是针对 只会是针对那些暴力冲击的行为 我们绝对不会针对一个人 就是噴水装置 人群管理特别用流车的噴水装置 我们绝对是知道它有一个风险在里 受伤的风险 其实凡亲使用武力 都有一个受伤的风险 我们一定会 紧记一件事就是说 一定是最低程度的武力 警方演示期间也发生小插曲 民主党林卓廷和一众民主派议员 手持标语 站在水炮车前高喊口号 抗议警方 驱散反对修订讨犯条例的示威者 建制派议员和军瑶则怒斥 两派一眼不合吵起来 双方在场嚷嚷 接近十分钟才停下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好